十一月十一日 在蘭嶼鄉饅頭山 有兩名來自臺灣本島的釣客 因不慎被大浪襲擊落海 造成一傷一死的意外事件 鄉公所將罹難者的遺體 暫時安置在衛生所內 等待家屬運回臺灣 不過因為蘭嶼當地的傳統習俗 活人不得靠近亡者 也造成部落居民生病 不敢去衛生所看診的困擾 部落居民說 按照亞美組的祖先訓示 如果距離剛剛身亡的人太靠近 可能會產生超自然的負面能量 回到家會影響家庭的氣氛 讓各種壞消息會接踵而來 依照蘭嶼島的傳統習俗 如果有人在當地往生 必須一大早就要到部落墳場 將遺體掩埋起來 有些意外身亡的事件 必須等待檢察官來做監視的工作 只好安置在衛生所 不過要病患跟亡者 在同一個房間活動 對亞美族人來說 是違反傳統文化 引來恐慌 相關公所會規劃 新建安置遺體的場所 這個經費如果在今年通過了以後 我們明年初就會找一個地點 就是在紅頭跟 是不是可以跟那個衛生所 那個地方 比較接近的那個地方 去做那個檢疫的那個安置 蘭嶼相關公所表示 會規劃編列預算 來獨立建置冰櫃市 不過地點還要評估 記者下面來的聲 台東來與採訪報導